字幕ography 字幕志愿者 杜彦 各位观众 刚才我的示范来讲 经过长年累累的训练 大家千万不要学 我今天生活小白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 就是讲木脑砖 木脑砖是什么呢 我相信很多朋友上装修时 都会想着铺木地板 不過鋪木地板的時候 大家會在鋪之前想一想 為什麼呢 因為木地板是木 容易發霉 容易生蟲 萬一你老婆帶有人倒捨水的話 發霉發霉 跟著她發不懂 所以有些人就是 我打算想要有木的視覺效果 那我又不可以鋪木地板 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可以找這個木紋磚代替 這塊就是木紋磚了 它本身來說你不要看它外表好像一塊木 其實它的骨子裡是實實在在在一塊磚 那它跟磚一樣 有齊全磚的優點就是 容易打理 那第一樣東西它不怕水 第二樣東西也不怕發霉 第三樣東西就是你鋪了之後 它不會像木地板一樣 用來一段時間之後 走路在上面就咿咿咿 那它就不會的 而且你推個櫃在上面 鋪著它 那你知道木地板會有什麼效果的 就是鋪完一兩年之後 有一個印在 而它是不會的 那你跌重東西了的話 也不會花的 頂多爆的而已 那所以它是有木地板的視覺效果 但是跟磚一樣 那麼方便打理 我們裝修模特有得賣的 那快上來看看吧 今天繼續生活小百福 又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rare 我們下次再見 這點